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培养什么人 是培养20年以后的大湾区的领袖区的人才 更多的是对现在的生活不妥协吧 就是想说用自己多余的时间多去赚多一点点 你觉得你不是老外 我接受这个中国童半个中国人 这几年粤港澳大湾区迎来了新一波的高校建设潮 由于毗邻香港和澳门 广东诞生了不少性格独特的高校 他们拥有港澳的先进教育模式 同时又在国内的文化土壤中生长 2014年建立的这一所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就是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出台之后 香港高校在广东办学较早的一个尝试 做中文大学的文化 在国内的文化中文化中文化 文化中文化中文化中文化 来了解整个这四年的学习的过程 这是我们的一个大厅 上面是阳光非常充足 各种书都在里面 这是一座六层楼高的藏书阁 我有点好奇 最上面的书要怎么拿 最上面是我们用机器人可以拿 机器人呢 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这个 它也专门也有电梯可以拿的 校长说他希望图书馆 是一个让同学们喜欢 并且能够让心安静下来的地方 这个电话题就有的时候 可能在图书馆学习的过程中 对 接到了一些认识电话 或者是很重要的电话 就可以跑来这里 这就是我们的放手机的地方 我写的呀 我以前的时候还会放很多电影票啊 这个午餐圈啊 鼓励他们把 鼓励他们把手机放这里 这个reading room也是很好 到了四楼 我们进入一间非常宽敞的阅读室 一面又是一个几层楼高的整面墙书架 是啊 这些书都别的地方你找不到的这些书 所以在这里面能找到一些手版或者绝版的书吗 有有有有有很多地方你这个找不到的 然後其實也有一些不是新書 是收藏的 收藏的 也很多是有些朋友們 捐給我們的 我們還在搞好幾個 不是人家就捐過幾十年 甚至幾百年寫的那些書 都捐給我們圖書館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保存好 圖書館不僅是一個 知識傳授的地方 還是一個思想傳授的地方 我們沒有走完整個圖書館 但隨便數了一下 發現有近十種不同的座位 在窗邊還有一排奇特的圓形艙 校長說這是給大家冥想用的 不少大學的圖書館都比較沉悶 這位校長說要打破這種慣性 對我來說是一個無修的好地方 對我來說是一個無修的好地方 不同的種類 其實讓人家感覺很放鬆 啟發一個同學的想像力 就能夠啟發一個同學的創造力 就是 imagination跟 creativity 他總是年輕人 這個是讀無用書做有趣人 有趣人 所以我要把字寫得稍微有趣一點 對不對 其實你不要用功利性去看書 我說的是讀無用書 讀無用書 讀無用書 讀了很多無用書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是有用的 這個是我跟 這個是 是您寫的 是我寫的 在這個深夜裡 哪怕只有我一個人 還在這裡讀書 人呢就還有救 這個實際上就指出了一個什麼呢 就是一個讀書人的責任 同時也是一個所學校的責任在裡面 徐陽生曾經在美國任教 並且從事機器人研究 直到1997年 當年一月份 他放棄了美國的優厚待遇 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 這個香港要回歸祖國了 那我們其實是來建設香港 把香港做好了 香港的高等教育 在那個時候其實並不是那麼好的 我們到了香港以後 幫助建立香港的高等教育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的科技大學 香港大學都發展得很好 由於工作的關係 那個時候徐陽生經常 往返深港兩地 他說當時對深圳的開放 和包容印象很深刻 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他在思考能不能 研習香港中文大學的教育模式 在深圳辦一所 國際化的研究型大學 深圳很年輕 當年我來的時候平均年齡是28歲 是一個移民城市 成千上萬的懷彩夢想的年輕人 到了深圳 艱苦創業 深圳還是一個製造產業鏈 非常完備的一個地方 比貴谷 比其他的灣區 紐約灣區 東京灣區也要好很多 所以在這裏辦 國際化大學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真正的灣區的力量 你一定要在這個地方 是國際化的 你街景山灣區的 國際化人才是百分之三十幾 東京灣區也是這樣 紐約灣區也是這樣子 國際化的人才能夠使得你 各方面能夠發展 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十多年 並且擔任副校長之後 徐陽生再次做出了一個 令人意外的決定 他創辦了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我們培養什麼人 是培養二十年以後的 大灣區的領袖級的人才 所以你必須知道 你必須知道中國 你必須知道香港 你必須知道世界 你必須有世界的眼光 來看中國 你不能光是用香港的眼光看中國 或者是用中國的眼光看香港 那不行 用世界的眼光看世界 來自浙江的副東南 今年高考的成績659分 高出浙江大學的 錄取分數限十多分 但最終還是選擇 來到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因為浙江大學 他們沒有自主選專業 我們都是高考分一落下來 然後專業就是鎖定的 我們就 但是我看中這座學校 就是它的包容性 我們就是先大來進去 然後就可以 你可以選擇經管 你可以選擇理事 就是我們可以自由選擇我們的專業 所以現在你還沒有選專業 對我還沒有選專業 十五六歲十六七歲的孩子 他其實不知道 只是一輩子應該做什麼的 所以你要讓他自己 真正知道一些事情以後 他才能夠真正選擇這些東西 要給他一些時間 這個選了專業以後 你還可以換專業 你還沒有選擇 學揚生鼓勵學生們 充分利用學校的資源 去豐富自己的人生體驗 只要是有利於個人成長的實踐 他都很支持 我不會去 我不會去 在廣東省中外合作 內地和香港合辦的學校 現在已經有100多所 以後還會越來越多 這些合作辦學的機構 讓中國的教育融入國際社會 同時也讓世界對中國的了解 更加全面客觀而且多維度 下集回來我們進入今天的灣區熱點 感受在灣區青年群體當中 流行起來的後備鄉經濟 可樂是這個流動茶鋪的攤主 每晚8點半 他的小車就會準時停在街角 打開後備箱 拿出掛布 菜燈和幾套桌椅 短短十幾分鐘就能佈置好出攤 開始賣檸檬茶 7點鐘開始準備 然後泡完茶過來的話 擺到12點多 1點 有時候客人晚來的話 兩三點也經常有 隨著疫情持續和就業壓力的增加 全國各地越來越多的內地年輕人 開始尋找排解焦慮和不安的出口 低門檻 重情懷的後備箱擺攤成為不少人的選擇 大家也是很多都被辭退了工作什麼的 那公司企業那也會有很多現在有很多做不下去了 那當然失業率就比較高 那大家在這個時候有點自己的事情做 是不是也有一部分收入可以去維持自己的一個生活的成分 那其實是相當好的一個事情 攤主們通過社交平台和粉絲見群等方式 對自己的攤鋪進行推廣 每天晚上大家的攤位會擺在哪 有什麼優惠活動都會提前在群裡告知客戶 所以不管在城市的哪個角落 顧客總能慕名而來 因為現在的年輕人會更喜歡戶外這種 比較舒服啊 就是可以坐在外面 大家打打牌然後聊聊天 好像都不太喜歡坐在室內的我發現 你的檸檬茶 作為一個90後的廣東潮汕女孩 許可欣2020年來到深圳 開始經營一家飲品店 由於疫情 飲品店的生意一落千丈 於是許可欣決定另謀出路 四個月前她在社交平台看到 開車在後備箱擺攤做生意十分火爆 成本又低而且沒有門檻 於是就和朋友商量 也合夥出個攤試試 兩個人一拍即合短短半個月的籌備 許可欣就將她的飲品店 搬到了私家車的後備箱 開始了二次創業 等一下很快 更多的是對現在的生活不妥協吧 就是想說用自己多餘的時間 多去賺多一點點這樣子 對 因為現在做什麼都很難 特別是現在開實體店啊 實業都比較難 可樂告訴我們 現在後備箱的生意讓她覺得很自由 擺攤也比開飲品店賺得更多 平均每天的營業額能夠達到兩千多塊錢 對這裡 鴨子箱 對 後備箱經濟被認為最早是起源於英國 起初是英國人喜愛的一種交易形式 Car Boost Sale 主要是把家裡閒置的東西用車運出來進行集中交易 其實就是一個跳蚤市場 並且主要交易救貨 後來這種方式逐漸在歐美的很多汽車社區蔓延 慢慢發展成為歐美鄉村文化的一部分 因為貨物五花八門應有盡有 而且價格低廉 消費者們經常能夠逃到一些心儀的好物 所以長期廣受民眾的歡迎 但隨著眾多網絡交易平台的興起 越來越多人喜歡在互聯網上買東西 後備箱經濟也一度降溫 2020年在中國不少城市悄然興起的後備箱經濟 或許也是一個後備箱經濟2.0版 我們探訪的後備箱攤位攤主 多數都在用心營造氛圍 用個性化的布置 別緻的燈光 文藝份乃至特立獨行的攤位名稱 都是攤主們慶祝最多心力的部分 經常來他那裡 深圳一歲醒就要賺錢的地方 每個人生活在深圳壓力都很大 所以都喜歡出來放鬆一下 可能現在的年輕人更喜歡這種樸實無華吧 對 並不喜歡去那種店裡面的那種很拘謹的那種感覺 後備箱擺攤為城市帶回了煙火器 但也隨時催生了衛生隱患 秩序混亂 影響交通等問題 衛生方面 對 衛生 出來玩的人一定要有數字 不要亂丟垃圾 幾乎每個後備箱攤主都有跟城管打游擊的經歷 有一天那個時候我們擺了三個地方 趕了三個地方 然後去到最後一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準備收攤的時候 突然間下了很大很大的雨 就是觸不及防的 因為平時下雨他都會來點毛毛雨 但那天是突然間就來 全身都吃得很臭這樣子 就覺得啊 好累 哈嘍 好 這家街邊的酒吧 是三個好兄弟一起合夥開辦的 白天三個人都各自有自己的工作 晚上來這邊會會老朋友 擺攤做生意的同時 自己也很放鬆 釋放了壓力 這個月剛好是他們開業一周年 雖然這家常住在小區門口的街邊酒吧 並不嘈雜 光線也很低調 但也會有影響到鄰居的時候 可能是客人比較高興 新鮮開心 他們就可能生意稍微大一些 一大 那麼附近的街坊鄰居就會投訴 那麼相應的部門就會過來 我們就肯定要支持工作 這個是首先的 後備鄉攤主們最關心的是 怎樣讓自己的小攤鋪 更加持久安心地經營下去 最終還是要有一個解決辦法 這個解決辦法我們等 我們可能能等 但是也可能等不了 因為畢竟完完全全讓我們賠本去做 也不太現實 對沒有一個明文的規定 說是大家怎麼去做 然後他怎麼能做得更好 或者說也想著政府能給一些 更多的年輕人一些機會吧 然後比如說你劃幾個條街 或者是怎麼樣子 不吵人的情況下 不擾民的情況下 大家頒一個什麼證 所謂的什麼營業證都可以 其實我覺得大家還是能接受 對 山珍的古玩城 過去被視為中老年人的淘寶之地 現在就成為了 年輕後備鄉攤主們的地攤夜市 這裡有30多個攤位 每天固定在這裡出擺 除了後備鄉攤主 還有其他各種食品和文創產品的普通攤鋪 我們這邊的商家都是需要山珍合一的 所以營業製造 食品需客程跟個人健康 這裡的後備鄉攤主 選擇和食品文創的攤主們一樣 支付一定的攤位費用 在這裡安心做生意 負責人告訴我們說 平均每個攤位的日營業額 可以達到五六千 像古玩城夜市這樣的後備鄉夜市 深圳還有九個 但並非所有的後備鄉攤主 都願意在這種集市擺攤 有啊有有 但是那個時間它是五六日才有 那如果說每天 沒辦法每天去那裡擺 市區的話我們不會說跑太遠 因為我們可能店在這邊 然後人也在這邊 就不打算跑太遠 在這個合乎合法合規的範圍之內 會找到一個新鮮方式 其實不如我們這一個攤 其實大家都是在這樣大環境下 都在尋找一個出入 貨備鄉經濟為城市居民營生 帶來新的選擇 但對於城市管理秩序來說 仍然是挑戰 如何尋求衛生交通 市容世貿等城市管理 和民生之間的平衡點 也是當下期待研究的一個課題 不少大灣區的青年 已經進行各種新的謀生嘗試 不少外國朋友也願意留在大灣區生活 感受這裡的人間煙火和都市繁華 Kristopher可以說是當下活躍於中國網絡社交平臺的殺狐球網紅 他在中國全網的粉絲量已經接近100萬 在兩個平臺帳號上他發布的視頻 已經有15億的播放量 Kristopher告訴我們 他覺得自己並不是網紅 也沒有想過要通過殺狐球去賺錢 這一切的初衷是源自於自己的公益夢想 十多年前 Kristopher在中國西北山區 遇見過一群留守兒童 這些孩子們每天都在盼望父母的歸家 之後他就一直利用業餘時間 為中國農村的留守兒童補寫歌曲 並錄製成CD 呼籲更多人關注中國的留守兒童 我給你的照片裡面的你看那種學校 這些學校呢 這些孩子也需要點娛樂嘛 讓他們一起玩開心快樂 因為我覺得我們對孩子 如果我們說我們有愛 但是沒有同理心 那真的是有愛嗎 我能想到那個孩子的感受 Kristopher不是從事音樂創作 也不是殺狐球運動員 他的正職是一名英語老師 來到中國之前 他生活在美國的西雅圖 而竟依舊保持著自己在老家的興趣愛好 他老家在洛基山脈的小鎮 生活安逸而且平靜 不過這並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漂亮而且好玩得多 但是沒人 所以其實早晚就是無聊 沒人就是很慢的生活 就像退休一樣的 但是長大之後 看人還在哪裡 他們不出來 我說我覺得要出來 2004年 Kristopher從美國大學畢業 Kristopher熱心於公益 來到了廣東的深圳住下來 那個時候 然後大家一直都說 你要去深圳 為什麼 深圳的公益 是義工公益 就是中國最發達 他們這樣說 都在這樣說 所以我說 那如果這個深圳這麼出名 那我一定要去 在深圳的一家精神病專科醫院 做志願者 成為Kristopher 一段非常難忘的經歷 那我在裡面的時候 就是跟他們一起打麻將 我是在抗議學的麻將 他們說 你會打麻將嗎 我說 我聽說過 我們教你 然後跟他們一起打麻將 他們好可愛 他們很好玩的 而且很有耐心 比如說我在打麻將的時候 有一個人會過來說 你是國外的嗎 然後旁邊的人說 不要跟他說話 我們在打麻將 我就發現打麻將的人很認真 對 他們要打麻將 現在他變得非常中國化 他說 自己甚至喜歡 用中式的方法來養生 近期就迷上了中醫 艾鳩 還經常在家裡給自己理療 在Kristopher看來 信心和小心 是抗擊疫情中 最有效的自我保護 所以現在他每天都會 像本地人一樣 出門就戴好口罩 對於疫情 他也坦言 確實有很多外籍朋友 因為恐慌而離開了這裡 但他自己就認為 中國各界都在付出最大的努力 這裡的社會氛圍 依然是他所喜歡的 也越發慶幸自己沒有離開過 我朋友說 外國的朋友都說 我們走了 我們走了 都回去了 只有我一個人這樣進來 他們所有的工作都沒了 他們說 哎呀我們後悔了 為什麼我們走了 因為後來歐洲 美國這些地方 對 這些地方都爆發了 有什麼好嗎 他們以為 回去不會有什麼問題 但是問題很大 但是他們都後悔了 到現在都還沒發揮 問到Christopher 是否會離開深圳 他的回答 從來都是否定 我經常忘記 我不是中國人 經常忘記 你不是中國人 對啊 你覺得你不是老外 我覺得你就是這裡的人 中國同 半個中國人 你們可能說我是老外 但是對我來說 你們也是老外 包括我在中國 你也是老外 所以 其實如果我們互相 一直都說對方老外 那我們都是 都變成外人 對啊我們都是老外 我們都是外人 他們可能在這裡 有一些人覺得 你不要我們說美國 因為是你老家 我說不是 這也是我老家 我說一樣的 我的家人說中國怎麼樣 我說不要說 我不想聽 都是我的家 對 沒錯 對 沒錯 就是這樣子 我這樣可以說 好 輪流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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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